类股呢看到是涨多跌少的 电金双主流分别上涨了2.28%跟1.51个百分点 表现最猛的就属于波涛类股了 我们看到在指标个股抬波 强势的涨停 而冠军大涨超过了5% 合成还有凯撒卫呢 涨幅也都超过了2% 因此呢波涛类股指数标涨了有7.9% 而接着看到的是百货股 受惠于中元中秋买气的增温 加上了开学季呢 还有接下来的周年庆 人气回笼之下呢 看到指标个股2912的统一超 一举突破了上档的压力 冲上了217块半 大涨了5.84% 而润泰拳还有F经历等个股 都是紧追在后 也带动肋股向上冲刺 收高了3.89% 就在百货肋股的部分 而且在昨天尾盘呢 拉的也是相当的猛 而至于在比较弱势的族群 看到在航运股呢 受到了货柜族群的拖累呢 由于总体运力仍然是呈现了功过于求 航运尤其在货柜航运的前景暗淡 包括了长荣呢 是勉强守住的平盘 但是扬名相对较软 下跌超过了4% 而电子股由于LTPS面板缺货潮 将要来到2017年才能够看到终止 我们看到2409的友达昆山还有群创露竹LTPS的新厂 下半年呢开始赶装机拼明年量产 好搭上LTPS的热潮 因此看到面板双股表现相当的突出 友达上涨了5.85% 群创更在最后一笔即拉到了9%的涨幅 风车龙头看到细品面对了日月光的收购呢 决定跟2317的红海达成新股交换的策略结盟 红海将成为了细品的最大单一股东 细品呢 昨天中厂收贷了40块钱 上涨1.27% 而红海则是大涨了4.4% 回到了90块钱之上了 而2498红达店呢 原本在平盘的附近游走 但是盘中传出10月底之前 台湾地区将要裁员有600人时的股价呢 跌幅看到加深 最后是收贷了46.05块钱 下跌了2.23% 而盘面当中的亮点呢 由于运动休闲风的当道 成为了台股多头反攻的新主流 继日前呢 如虹跟巨阳 这两档仿制的股王股后 还有9910的丰态 股价逆势创下了历史新高之后呢 因为机能鞋大受欢迎 使得智鞋大厂9904的宝城呢 昨天股价接棒攻上涨停52块6 这是改写了15年来的股价新高 而总市值呢 是推升到了1548亿元 是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了 并且还带动了运动休闲题材的个股 包括了生产鞋面三层网布的4426的力情 还有纺织股当中 包括了Ease